为培育花莲在地影视人才激励多元短片影像创作形式 文化局开办了2023花莲短片创作奖 5号下午在铁道文化园区举行颁奖典礼 有14件入围作品选出的7位得奖者 文化局长吴敬意亲自颁奖 花莲短片创作奖为培育花莲在地影视人才 鼓励多元短片影像创作形式 主题影像美学作品并广摇社会大众 针对剧花莲元素的故事进行影音创作 并且办理2023花莲短片创作奖 公开申选短片作品5号下午 并且在铁道文化园区办理办展典礼 有文化局长吴敬意亲自颁发 别说那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电影 可能你拍出来的15分钟短片都没有人看 大家想象如果今天你接了一个工作 是拍一个广告片在YouTube上面放 大家就会说前几年会说五分钟 然后这两年会说不要超过两分钟 因为看不完 那到底是因为创作者的创作让大家看 没有办法看 还是因为看影片的习惯在改变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能够在公部门 能够去面对跟处理的 所以我们希望带着我们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影片到各个地方去 让小朋友除了滑抖音很开心之外 他也有耐着性质可以坐下来看一个长叙事的一件事情 那这对于他理解事情甚至对于他阅读一样有一个扎根的工作 那我想我们花莲服务员广大人口稀少 所以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法让很多事情能够在基层上面能够把他的基础搭好 那这也非常感谢天道电影的团队能够持续协助我们这样子的工作 花莲现文化局自2021年起扩大办理花莲短片创作奖 征选15分钟内的短片 总奖金高达100万元 分剧情片组以及纪录片进行竞赛 今年八大奖除了最佳剧情片奖 最佳纪录片奖 关注花莲在地议题的评审团特别奇奇奖 和影片制作技术成熟的最佳技术奖 记得就这样花莲到